今年10月份泥沙台风夹带惊人雨量 冲击到花里的农产业 尤其针对持发性灾害就出现了 二期硬植玉米作物上 不仅生长不良 果实也细小如笋 农民向光丰农会陈琦表示 根本没有产量可以说 期盼上级农政单位能够协助减轻农民的农业灾损 原本应该是高人一等的硬植玉米作物 现在却是低矮如灌木 更谎论玉米产量了 农民忧愁向农会陈琴 实际到受害的田区了解 放眼皆是一片低矮营养不良的玉米珠 所以采摘出来的玉米最大 也都不超过一个手掌的大小 农会农事指导员以及总干事张明发 出估产量恐怕不到一成 坚存九成 但是你九成以后采收的工资 每一公斤一甲地要一万两千块 收获起来的玉米可能不够付采收的工资 这个部分可能目前他们会倾向 就是整个就地的给它翻根 因为这采收没有符合经济价值 也不符合工资的效应 硬质玉米生长不良 果实细小如损 农民指出 说到今年十月份 逆沙台风夹带惊人雨量 严重冲击花林农产业 尤其持发性灾害 现在就出现在硬质玉米作物 不到一成的产量 根本也无法达到弃作补助门槛 农产经济收入也顿时化为无有 弃作硬质玉米规范里面 相关的规范里面 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有一个叫最低缴胶量 每一公顷要缴2500公斤 因为这一次受到持发性 这个连续豪雨 所以生长不良 所以它要缴胶的最低2500公斤 可能没有办法缴胶到2500公斤 甚至于连采收的工资都没有 希望能够这个补贴金 能够全额的来发放 所以我想这是对农民 农民很辛苦 我想辛苦了半年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 希望上级单位能够重视 不要有这个最低缴胶量的一个限制 也能够全额的来发放他们的补贴金 今年极端高温与大水的气候 造成了花莲农产作物不少灾情 而正值产机的硬质玉米 也出现迟发性灾害 除了受风凤林之外 光复乡有将近30公顷左右的二旗座 硬质玉米也同样生长不良 农会也紧急向上级相关单位通报 期盼能够进一步协助减轻农民的农业灾损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